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当马三立的相声红遍全国的时候 他却被打成了右派 那面对这一大逆转 马三立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在反右运动中呢 被打成右派的马三立 面对着不公的对待 他曾经挣扎过 抗争过 他甚至差点跳楼自杀 但是他的境遇呢 没有任何的改变 1959年2月的时候 马三立被下放到天津市东郊 一个偏远的农村改造思想 1961年 中共需要利用人的时候呢 想起了正在被劳动改造的马三立 在3月16日的晚上 已经在天津东郊 军粮农场劳动一年多的马三立 被天津市文化局宣布为摘帽右派 可以返回到原单位继续上班 当时马三立啊 激动的直掉眼泪 不过呢 他没有想到 回到单位上班的第一天 领导就给他设置了 一大堆的限制 什么限制啊 按勤扎工使用 每天早来晚走 来去事先报告 不许接电话 不许打电话 不许职业班 上台不许斗根 不许压场演大轴 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 不许和演员们交谈 工作出色不表扬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有500家正在为您讲述 相声打持马三立的故事 虽然这马三立感到很不公平 但是他也只能是默默的接受了 都在冒了 还这样对待人家 是啊 据马三立别传记载 马三立每天干完活 或者是完成演出之后 就在传达室旁边待着 任何人来问任何话 一概回答没有 不知道 甚至乐队的演员 给骨气烫松香 想他借火柴 他手里明明拿着火柴 他也很抱歉的说 没有 他为什么这样说啊 因为怕着火的追查责任呢 他都怕成这样了 那他家人有没有受牵连啊 当然有了 那个时候他的妻子孩子 都遭受到中共当局不同程度的迫害 就连在戏校里头学丑角的儿子 13岁的马志明 那都没有放过 这有一次啊 这个马志明把这个练功鞋 丢在了排练场 回去取 正好撞上任保的科长 任保科长把他给砍住 然后呢 回到训练场巡视一周 确认他没有放火 才把他放走 是这局吗 是啊 马志明呢 心里头极度的委屈 最终呢 在1962年 被迫离开了生活六年的戏校 南下跟着两位师兄弟 开始了难飘迈艺的艰苦路程 好多人因为受千年流离失所了 哎 对 到了1963年 马志明回到天津市取义团 和父亲呢 做了同事 这马志明很快就成了 青年相声演员中的佼佼者 然而就算这样 厄运还是没离开这马三立父子 为什么 1965年 开始了四清运动 那马三立和马志明父子 都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马三立被认定为阴谋反党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等等就很多帽子了 当时只要爱听马三立相声的都被当局定性为社会渣子 军警献客 完尾流杂 这些都会被成为清洗的对象 中共还说了 对社会主义不满 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才爱听 这父子俩又要被限制了 是啊 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还是要利用马三立的名声为中共的宣传服务 所以马三立并没有被完全禁止上台 哦 中共需要他的时候 他依然要上台演出 据说曾经有一个听他相声的肥皂厂的工人 怕马三立受人欺负 在这个每天散场之后啊 跟着他回家 充当义务保镖 哇 真是铁杆粉丝啊 哎 但是呢 马志明和马三立的捧根王凤山 却被勒令在后台干活不许上舞台了 看来马三立的处境还是好一点哈 也没好到哪儿去 后来马三立还是被赶到乡下去劳改了 又被劳改了 是啊 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这文化大革命一开始 狂风暴雨 再次又向马三立席卷而来 1968年的冬天 马三立被押解到保底县西河物村 劳改务农 他怎么老是在中国运动啊 是啊 这文革中啊 马三立这一家被迫害的那段经历 对马三立的儿子马志明来说 是刻骨铭心 他回忆说呢 说那年5月27号半夜三更 他在睡梦中被工作队的人惊醒 把他叫起来 让他交代他父亲最见不得人的行为 问他说 家里有没有枪 有没有手的弹 写没写过反动标语 怎么这样干呢 是啊 几年前 马志明在接受南州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啊 要有 我真的揭发 我也想进步 可是买猴是进城干部何耻写的段子 团长给他的 说他用这个段子阴谋反党 那他哪用那个野心的 说是马三立特老实 好欺负是吧 嗯 那所以当时马志明他就想不通啊 说这父亲怎么就变成了这个 混进文艺界 钻进取义团 妄图变天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了呢 是啊 在1970年的5月 马三立的全家被当局要求离开天津 迁到天津市南郊区北闸口村落户 当时呢 这个儿女们已经都自立了 所以只有儿子马志明 马志良和马三立夫妇俩同住 那年马三立56岁 这么大岁数啊 还被折腾 是啊 马三立在下放农村的七年日子里 他还每天坚持背诵这灌口 他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太热爱乡城了 是啊 乡城已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 就是啊 对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1977年的10月 马三立回到了天津取义团 搬回到天津的老家 回来就好了 哎对 这个马三立从1958年的秋天被打成右派起 一直到1977年秋天返回天津市取义团 在这19年里 马三立只说了三年相声 啊 剩下的就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劳改 还有被关进牛棚 做了五年的团煤球打扫卫生等杂活 不过在那个年代像这样的事情 像这样的人哪到处都是 所以马三立并没有觉得自己格外的悲惨 很多老艺人不比他的处境好 这马三立真是够倒霉的了 每次运动他都没落下 哎 对 1979年马三立获得再次平凡 而且正在这个时候 马三立才知道 在他的档案中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右派和所谓反党的认定材料 怎么会这样呢 他被打成右派完全是因为指标由最初的四个增加到了11个 把他报上去凑数 有这种事 是啊 这一凑数就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命运 真是太荒唐了 马三立之所以能够走过这19年被迫害的日子靠的是自己小时候学艺的时候的传统生活观 嗯 这马三立经历了起起落落 依然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淡泊是道 因为他的骨子里 他的血液中已经早早的就输入了对人生的坚定的伦理信念 还是那句话 人生在世命平天 莫把那报应当作虚言 这儿时的感悟名言伴随着马三立走过了风雨的一生 对他坚信上有报 80年代年届古戏的马三立又活跃在了相声的舞台上 他和王凤山搭档 把西江月 开粥厂 卖挂票 等众多拿手的绝活 重新搬上了舞台 马三立还在无人捧跟的情况下 编创表演了一系列包括逗你玩 传家秘方 检查卫生 81层楼 追等在内的单口相声 马三立对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说 他说什么 他说我不是大师 不是艺术家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艺人 一个热爱相声 喜欢钻研相声的老艺人 小孩呢 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 无关大绳子亮子 也不动会 老是 四岁就五岁来的 不够淘气说 七不岁淘人钱 他不老是 五岁就老是 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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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傻又不傻 站着看着 小错过来的 你看 我 你想喝点衣服 几岁了 小孩叫胡 五岁 你叫我 你叫胡 胡 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 你认识 在站着块儿弯 我哭你弯 我告诉你我叫什么 我在动你动你弯 动你弯 我姓动 我姓动我 动你弯 知道吗 你叫我 说胡 炸哟 炸哟 嗯 叫我 叫我 我姓动我 叫我 动你弯 哎对 说胡 嗯 叫我 叫我 动你弯 哎好 对对 说胡 嗯 叫我 动你弯 哎好 太好了 叫我去 过去 挂着 那样子挂小挂 挂着 挂着 带起来 妈妈 你咋挂着了 你咋干什么 是啊 动你弯 好 看着 我把这裤子 走着 妈妈 扯妈 裤子 是啊 马三那一生艰苦 从来没有对人生自抱自怨过 他总是拿自己说事让别人开怀大笑成为人们心中深深景仰的一个真正的纯艺术家 真难得啊 子女们说呢 人们给予马三立所有的称号他都一概拒不接受 他更喜欢的是在热闹的活动之后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点上一支烟哭作半日一声不发 沉默是惊啊 是啊 这马三立经常应邀参加演出却从不计较报酬 他说呢 别人对我艺术的喜爱就是最大的报酬 没错 晚年的马三立看到许多老人由于种种原因比较孤独 他就拿出自己毕生的积蓄 让他小儿子筹建了马三立老人员 让孤独的老人们能够有一个老年的乐园 马三立一直都很善良 是啊 二零零零年马三立被确诊膀胱癌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一日六十四十五分 马三立在天津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故人已去 可是马三立这个名字却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古书曰君子有三立 即立德立功立严 马三立大师就是以这三立二字谨慎而坦淡的走完了这一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上升大师马三立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 听众朋友 下次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唯一公开为胡锋辩护的人吕盈 请您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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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